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i everyone, 我是快樂大學 Heaveness游泳的熊仁健 我今天要你分享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的第二支線上課程 上線囉 這一堂課程叫做人生目標大災問 是我曾經問過一些朋友 透過 Instagram、Facebook等等的方式 大家非常有興趣一堂課程 講這個課程內容在談什麼之前 我要向你分享一個故事 我大概是2013年 從印度回來台灣過程中 陸續續續做了一些研究 做了一些工作 包括我自己的老師給我的一些建議 我做的一些研究方向 直到大概15年底16年初的時候 我就做完了我老師大概這樣給我的一些工作 跟我的研究 然後接下來我就進入一個黑暗期 因為我自己以為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事件 我做完了 人家為我設定的目標 我完成了 然後接下來你就會覺得 那我要怎麼辦呢 相信每個人都會有類似的經驗 從小到大我們的長輩 我們的家人用不同的形式給予我們一些期望 但是本質上他們都會幫我們設定一些目標 而當我們都達成這些目標 就好像這個單子上面該有的東西都打完勾之後 接下來你就會覺得那我要怎麼辦呢 對沒有錯 我們在面對目標的時候 往往都會有這個狀況 首先我們會先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在追求目標過程中很辛苦 但是最彷徨的是 目標完成之後怎麼辦 這往往是因為我們對於目標這件事情 有一種錯誤的理解 我們關注的不是自己生命的目標 而是把自己當作某一個物品 把自己當作某一種資本主義下的一種產品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來去定義自己 用這樣的方式來去界定自己 所以我們才會掉入兩種循環 第一種循環是一直想要找到一個目標 以為這樣才會快樂 以為這樣子才會有成就感 第二種惡性循環是 當你真正達成某種目標之後 結果呢 卻更不快樂 結果卻更空虛 結果卻更要往下走 再去創造另外一個目標 周而復始 所以人生目標大哉問這個主題 我們會從印度哲學的角度切入 從人性跟物性的兩大方向 與你討論為什麼目標很重要 以及你要如何去選擇目標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課程 讓你在選擇目標 或者說你在設定人生目標的時候 你能夠更有遠見 你能夠更加的篤定 你能夠更加的自由跟自在 第二個事情是 會培養你的一個抉擇的力量 也就是抉擇一件事情 對你的生命的重要性 對你的生命有多大的影響 以及這些事情 最後是會幫助你 變成你的墊腳石 還是你的絆腳石 真誠向你推薦 人生目標大哉問 這場課程 希望對你對大家都是有幫助的 來自參與 我這樣做的 你也會想像你 在哪一天 你真的有幫助的 後來自承知 。 你會想像中的